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说江浙富庶的鱼米之乡 已经基本上被太平军占领了 而在这个时候 太平天国的干王红仁干 和中王李秀成 萌生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他们要购置西洋轮船 组建一个现代化的海军 然后沿江而上指导乡军老巢 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战略计划 太平军就必须要占领 位于长江入海口处的 对外通商口岸 就是上海 1860年7月1号清晨 当天光刚刚亮起的时候 上海城头职守的清军士兵 意外地发现了 一个让他们绝望的现实 在黄浦江对岸 一夜之间出现了 数万名太平军士兵 太平天国中王李秀成 在攻陷江南大营之后 冰封直指清军在苏南唯一的据点 上海 也就是在一夜之间 上海彻底变成一座孤岛 上海尽管当时 它也不够二十年的时间 但是二十年 一下子就突然的繁荣起 它是雅片战争以后 中国最大的 对外的通商口岸 商业 包括工业的初步化 包括一些外国的家庭企业 它的地位已经超过广州 一下子就变得很富有 所以上海本身 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 上海就变成了越来越重要的 一个青龙府的下 1860年的上海 已经成为国际化商贸港口 英法等国 已经在上海受有租借 大量量行都在这里开展贸易 为了妥当地占领上海 太平军并没有立刻攻城 与此同时 在百里之外的苏州城中 干网红人干和中网李秀成 正在一起联手策划一场 在他们看来天衣无缝的 和平占领上海的周密方案 而这一切都源于七年前 太平天国和洋人建立起来的 良好交情和友谊 对于双方来说 那是一段甜蜜的岁月 太平天国从1851年起始 发展速度非常的快 那么超乎了外国观察的速度 他们还没有决定 要采取什么对策的时候 太平天国已经占领了天津 它在长江下游 那么当时属于英国 以及美国和法国 所争夺的一个势力范围 所以在他们占领了 南方几个省之后 那么英法美的外交代表们 发现如果不再行动 那么他们很可能 自己的利益得到保护 1853年4月27号清晨 一艘悬挂着米自棋的铁甲战舰 突然横更在天津城外的江面上 这让刚刚占领天津不久的太平军 倍感不安 经过一番讯问之后 一个金发碧眼的英国人 走进了天津城 他就是英国特使密迪勒 接见他的 是太平天国的北王 韦昌辉 韦昌辉是一个话很多的人 他说你们也信基督教 我们也拜上帝 咱们肯定有相同的地方 他说你能不能背一下摩西十戒 结果密迪勒呢 他是汉语很好 他就开始背摩西十戒 第一 不能忘成上帝的名 第二 背了几条以后 韦昌辉哈哈大笑 拍着他肩膀说 咱们是一样的 咱们是一样的 太平天国建国之初 与洋人的交往 让天国的首领们认为 天国与洋人都信上帝 因此 视西方各国皆为洋兄弟 以示有爱 对于来到天国的外国人和传交士 也表现出了不同于清政府的友好和真诚 外国境界到了南京 靠岸以后 很多的太平天国的士兵 涌到船上去 要参观 对于这些洋枪洋炮 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我记得还有一个细节 就是把一个什么什么公使 带了一个什么帽子 当时让一个士兵跳上去 外文个子很高 把他跳上去以后 然后拿下来 然后戴在自己的头上 然后是吧 然后按照西方人来的理解 这是很不礼貌的 但是当时那个公使就是 处置的也非常恰当 对他的这个动作 不但没有反感 反而表示很欣赏 在太平天国定督天经的初期 和西方国家的关系 进入到一个微妙的蜜月时期 英法每个国 对于这个陌生的政权 都表示出冷静的观望态度 他们纷纷表示中立 静待时局的变化 1860年的一天 一个风尘仆仆的外国传交士 走进了太平天国的首都 天津城 这个人就是罗孝泉 早在1847年 一介布衣的红袖泉 曾经在广州 向罗孝泉问道 但是短短几年之后 那个曾经的布衣书生 似乎以言成为 天主在中国最成功的布导师 此时的罗孝泉 也许会感叹 他在中国推行了 几十年的基督教 还不如红袖泉 眷鼻以呼 孔友群1847年 到了罗孝泉教堂里面来 他第一次看到圣经 孔友群当时 对罗孝泉相当恭敬 也得到了不少一些知识 对于他的基督教的启蒙 基督教的教义 他知道了不少 到达天津的罗孝泉 被他昔日的徒弟红袖泉 赐封为主管外事的洋务丞相 罗孝泉兴奋的眉飞色舞 这种情况在他致美国国内的一封公开信中 表现得一览无语 我出道时 吉封以高官 赐我显觉 附徐以匹配三个妻子 太好了 当然 我皆推辞不受 因为太平天国打的旗号 就是建立一个太平的天国 是以拜上帝教 拜上帝会这个名义 来发动的这样子运动 所以对传教师们来讲 这事很新鲜 中国居然有一帮人 打着基督的旗号 来建立国家 所以传教师们当时 最初是非常 是欢呼的 一时间 罗孝泉与洪秀泉传奇般的友谊 在西方被大肆宣传 成为各国报刊 投版新闻 英国的基督徒 甚至发起了一场 旨在为中国印刷一百万册中文本 新约全书的募捐活动 不到一年 愿捐金额已经达到四万银镑 而在中国 大量的传教士也冒着生命危险 穿越狭长凶险的战场 进入到天国传教 不少西方的观察家 甚至做出极为乐观的估计 基督教彻底占领中国的日子 已经近在眼前 1858年第二次亚片战争正在进行 洪秀泉写了一件预照 给英国特使俄尔金 翻译官很艰难地把它译成英文 俄尔金看后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作品 这封预照充满着像 西洋翻地把心开替天出力 该又该 替爷替哥杀妖魔 报爷生养战胜回等等 这样的词 其实洪秀泉这封诏书呢 是在褒奖他的洋兄弟们 在这一年春天在海口天津 对清军的打击 洪秀泉呢 很高兴洋兄弟们终于出手 帮自己灭清妖了 但是不久之后 当这些洋兄弟们和清政府签完天津条约之后 他们就调转抛口指向了太平天国 1858年 一批英国军舰突然闯入长江 在江面上游异示威 太平军开跑攻击 于是双方火器护攻 甚为稠密 从而开启了太平天国 与他的洋兄弟之间 第一场大规模的军事遭遇战 1858年 刚刚签订天津条约 根据天津条约的规定 外国的冰船和商船 都可以 到中国的长江内河航行 一直可以到达汉口 那么这一线 已经成为英国 对华贸易 一个重要的走廊 新政府签署的天津条约 出卖了长江流域的内核航运权 但是长江下游 仍在太平军的控制之中 因此 英法列强 如今已经调整外交策略 把太平天国 看成他们实现 长江流域既得利益的阻碍 但是天王洪秀全 却并不了解 这次冲突背后的真正内涵 他仍旧顽固地认为 洋人是太平天国的好兄弟 下诏将开炮的太平军将士斩首 并派遣专使道歉 洪秀全他们 对于所谓内核航行权 对于所谓保护国家的权益 这些方面 一无所知 他之所以要讨好洋人 那么在这个时候 他还是希望 能够和洋人之间 达成一种和解的 但是呢 他又不愿意把这个 明确地说出来 他给英国人的告语当中 还是说 你们是来朝贡的 所以我们对你们 应该采取和平的措施 而不是武力的这个报复 这样的话 1858年的这个事件 也反映出 太平天国在对外态度方面 是比较 无知的 太平天国在国家主权上的无知 成全了英国人 他们迅速把开放长江自由航行的目标 变成了继承事实 而这次冲突 也标志着英国政府 对于太平天国态度 开始转变 在真金白银的利益面前 即便信仰相同 也可以枪炮相向 更何况 太平天国的信仰 似乎和英国人的 并不一样 他是利益 为国 为什么 那红旭就当着不干了 我要正中官 正结果 那清政府就干了 他都要去 他给他利益 每逢星期六 是太平天国的安息日 这一天 身着盛装的洋务丞相罗孝全 兴冲冲的参加了城内 太平军的步道活动 但是他听了一会儿 就发现太平军的步道活动 很有问题 当时他是有些 有些看不过气 有些按据不住 就上去 就是也做了一个 也做了一种旧场吧 弥补吧 做了一个演讲 就是讲解一些 这个圣经的一些条文 在场的士兵呢 然后是 按他的感觉来说 有点 他的这个演讲 有点像对牛弹琴 大家都很不理解 这样士兵们 起了一个问题 就是你们知道圣灵是谁 当时士兵的这个 回答呢 是吧 有个士兵回答 但是匪夷所思 就说是东王 是东王 然后这一点 这个提效皆非了 渐渐的 罗孝全感觉到 这里的基督教 有一点不对劲 而他和洪秀全之间的论道 也变得越来越频繁 越来越激烈 基督教认为 圣父圣子是您 三文一体 在洪秀全这儿 没有这一说 他把它全部分开了 上帝是有形的 上帝不仅有形 上帝的胡子 他都见过 是棕色的 洪秀全认为 他看到过上帝 和上帝不是他一个儿子 上帝有个家庭 还有天妈 还有女婿 小草贵 还有其他几个弟兄 罗孝全告诉他说 这是不可能的 上帝是无形的 上帝也是无处不在的 你还知道上帝的行 你还知道上帝 生了几个孩子 这些事情都是虚妄的 他要洪秀全纠正这个错误 那这就意味着 端了洪秀全的脑底 洪秀全认为 那个圣经要改 有些地方 你亲他 以后一群圣经 就是他的 给过了的那个圣经 罗孝全觉得这简直是 邪恶 这就是撒旦 在这个时候 罗孝全终于意识到 太平天国的宗教 只是借助于基督教的形式 来服务于自己的造反统治 但是他还怀有一丝希望 希望通过写信论道 说服洪秀全 于是他还坚持留在了天经 但是这个时候 曾经对太平天国 满怀憧憬的传教士们 再也无法忍受 这个荒唐的天国 于是他们一个个地 离开了天经 留下了独神的怨恨 带走了温和的同情 1860年夏天 李秀城的数十万大军 一路高歌猛进 势如破竹 上海似乎已经是 太平军的囊中之物 而就在此时 上海城中的官僧们 也变得异常恐慌 他们大多数是从苏浙地区 逃亡而来的 本以为依靠着洋人的庇护 就故意高枕无忧了 但是现在看来 局势不妙 于是他们迅速开始 在英法商会和清政府之间 走访 斡旋 当时上海的一批身上 听说太平军要打上海 他慌得很 因为上海没有多少军队 所以一方面 弄了一个雇佣军洋枪队 另外一方面 他们希望跟英国 法国的祝福领事 达成协议 搞一个共同保卫上海的组织 就是后来的中外汇防局 就这样 以美国人华尔为首的外国雇佣军 洋枪队正式组建了 这只只有二三百人的雇佣军 虽然在组建之初战斗力不强 但是他的成立却标志着英法政府 和上海时辰秘密结盟的开始 上海围城的两个月后 距离上海百里之遥的出州 一次秘密的会晤正在进行 他们一方是太平天国的干王和中王 另外一边是英国的传教士 中王托传教士带信件给上海城内的英法公使 让他们支持太平军入城 而同时太平军也会保护英法商人在华的利益 那个时候上海的洋人非常复杂 有一部分就是冒险分子 他们想干嘛 卖军火 所以他们放出一些话 就希望太平军能够攻打上海 他们从两边获利 洋人当中有一部分商人是想这么干的 而这部分人的话放出来 却是变成了 传到李秀成那边去 却变成了就是他们可以 你们可以到上海来 我们很欢迎 我们而且有一些人会投降 李秀成得的错误信息 太平军因为他是信奉所谓拜上帝的 在他们看来凡是拜上帝的都是洋兄洋弟 这是一个非常牢固的概念 可以这样说 在1860年以前 太平军从来没有把外国侵略者当作是侵略中国的势力 而是把他看作为跟我们一样信仰的洋兄弟 与此同时 一支英法军队正在天津堂姑和清军打得如火如荼 此时的清政府因为没能如约履行天津条约 使得英法联军都已找到了一个好的借口 再次进攻北京 清咸丰帝甚至逃到了热河 这一切所传递的信息都在证实 英法联军只会是太平天国的盟友 不会是敌人 但是这两个盟友是不是那么可靠呢 洪秀全对于洋人呢一直怀有朴素而善意的情愫 认为呢大家都信上帝那么这就是好兄弟了 所以但凡我家有的你们也都可以享受 那本着这样的心情呢长江航道打开了 对外贸易照旧了 传教士也来往自由了 李秀成呢也是个很单纯的人 他认为我们打上海是我们自己的事 只要不伤及到外国侨民 洋兄弟们也没有理由阻拦我们 所以本着这样的想法呢 很细心的李秀成在出征前夕 还特意发现告诉外国人 要在门口悬挂黄旗表明他们的身份 以免被误伤 在这样所谓的精心准备之后 李秀成开始向上海挺进 据说当时呢他坐着软轿 只带了三千随从 但是在上海城中 不管是清政府的士绅 还是英法联军 却都不是单纯的人 1860年8月19号清晨 当李秀成的三千人马 走到上海县城西门的时候 迎接他们的 不是招展的黄旗和杨兄弟的鲜花 早已埋伏好的英法士兵 向密集的太平军队列 疯狂的射击 李秀成的轿子也遭到炮击 脸颊被弹片划伤 为什么太平军一向优待的杨兄弟 在这个时候会和他们兵戎相见呢 那么在中外关系上呢 外国侵略者在上海 他把上海是作为 吸取中国高学的一个接通的接通口 就是说他要通过上海 把中国的财富 那分散 这个接种起来 拿到国外去 所以这样一种状况就决定了 太平军下达上海 而上海又想 不想被太平军拿去 中外势力都不想被太平军拿去 于是就在上海形成了 那三方之间的决裂走斗争 其实在此次出征上海前夕 英法各国出于本国利益考虑 对太平军种种友好的表示 一概不予理睬 甚至连干王 中王的信函也不许拆阅 显然 太平军对英法各国的政策理解 与实际情况有着相当大的差异 这里面就反映了太平军对当时西方的侵略者 根本没有认识 完全是在这宗教的这样一种观念之下 把外国人作为自己的洋弟兄对待 不仅是对外国传教士 而且对外国的政府官员 也认为是他们信教的 都是我们的洋弟兄 这应该讲是太平天国的一种幼稚 太平天国对于上海的猛攻 让天津城内一个外国人如坐针毡 作为斡旋太平天国外事的洋务丞相 罗孝泉自然受到各方的指责 他已经很难在天津待下去了 1862年1月20号 罗孝泉这位太平天国的宗教师怀着失望和恐惧逃往上海 罗孝泉的外逃也标志着西方和太平天国在精神信仰上的完全决裂 从此之后 西方彻底对太平天国绝望 几乎所有的西方舆论都转而开始攻击太平天国 与此同时 在中国的北方 英法联军和公亲王一新签订了北京条约 在这个条约中 中国的国门进一步打开 清政府出让了更多的利益 此后不久 咸丰地驾崩 半年后 新有政变发生 主张遵守条约的慈禧和一新主政 英法列强们最后的担心也随之消失 一年之后新政府正式颁布借师助脚的决策 中外联合绞杀太平天国的计划正式出台 公亲王一新 他说 当今这个祸害最严重的作为心腹大患来讲 就是长发贼 长毛贼和免军 他们是心腹大患 而英法美 日本这些都是肢体之患 算不得什么夺命的疾病 清政府始终明确的 太平天国是 能够跟外国人联合起来 也要镇压太平天国 因为清政府需要的 地主阶级内部联合起来 各个派联合起来 外国联合起来 中外东西也不得 1862年大英帝国接到了一张来自中国的大订单 采购整整一支舰队 这张订单总预算高达白银80万两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阿斯本舰队 英国人通过借师助脚 可以得到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 一个是卖舰队 另外一个是改变中立法案的那些做法 所以他们当时的首相 Palmerston就说 他说我们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机会 我们要把它抓住 要给中国清政府支持 那么他作为首相都要突破这个中立法案 可以看得出来 当时阿斯本舰队这个事件 确实是促使英国在改变中立政策方面 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 当然在此之前 由于清政府已经颁布了 这个借师助脚的这个命令 所以说也是必然的 清政府几十万两白银的大手笔消费 刺激了整个英国 随后不久 《泰晤士报》发表了长篇正论 认为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以来 他们本可以将南京建设成为新中国的首都 但十年中 太平天国却证明了自己充满着邪恶 到处进行着摧毁和破坏 南京与其说是一个政府的首都 不如说是一群强盗的巢穴 随后不久 英国国会正式决议 放弃中立法则 围剿太平天国 1862年 当李秀城再次集结优势兵力 濒临城下的时候 外国传教士不见了 黄旗没有了 英法军队也不再紧紧固守城池 拒绝太平军 而是用最新式的武器装备 开始和清军一起联合剿灭太平天国 四千名英法士兵的直接参战 将蒙在英法帝国脸上 最后一层中立的面纱 悄然辞去 这是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太平天国烈身墓 1862年 围攻上海的几百名太平军战士 静静地长眠在这里 这些从广西千里奔袭而来的天国士兵 美好的天国梦想在这里最终破碎 而太平天国对于杨兄弟的最后幻想 也在炮火声中灰飞烟灭 太平天国对于上海的第二次进攻 也最终失败 上海之役的险胜对于清军来说是保住了苏南的最后据点 此后他们以上海为基地逐渐蚕食了太平军在苏南的领土 而对于太平军来说 这场战争的势力可不仅仅是没能拿下上海这么简单了 它直接导致了太平天国对外关系的全面破裂 从此以后英法联军开始和清军联合公开的武力镇压太平天国 而这也正直接导致了太平天国的加速灭亡 而上海战役之后呢 江浙地区大量保受战火侵袭的世身商骨 为了躲避战乱 他们逃亡到了上海的英法租界 这也在不经意之间加速了上海发展的步伐 在太平天国败亡之后不久 上海迅速崛起 成为了亚洲最繁华的商贸港口 一个现代化的上海 在战火的硝烟当中 悄然诞生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